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切封教育团旗下高端纸品牌 好程序安为大家提供的快速完赚SPA系列之SPA靠 我是主讲人之歌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的字典呢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Maven安装,Idea安装,Idea中配置Maven 包括Skyler环境安装和Idea配置 那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我们切封大数据学习营QO群 全号是241617598 那里边呢会有老师为大家讲解和海浪视频提供给大家 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今天的正式学习 OK啊,那么之前呢我们已经将当前的Idea呢已经配置完成了 包括我们的Maven呢也加载到当前的Idea当中了 那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是将当前的Skyler环境呢 配置到当前我们的本地和当前的Idea当中 那首先第一个啊我们需要先下载当前的这个Skyler当前的一个价包 类似于咱们的JavaJDK啊 那如果下载当前的Skyler这个文件夹这个当前价包啊 咱们的价包这个运行程序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打开当前咱们的网页 在网页当中呢我们可以记录到当前Skyler这个网址啊 在下面这个位置有一个download的啊有一个download的 然后选中download之后呢在这里我们往下拉啊 咱往下拉 这里呢它所给的是最新版的2.1 2.8啊 那我们所使用的版本是谁呢 是2.11.8 所以这里当前这个最新版本呢咱们先不下载 怎么办呢上上面来 这个位置呢有一个之前版本 所有的之前版本 看到这个位置啊所有之前版本 所以点中所有之前版本 选完之后在这里大家可以选择任意一个 你所想要下载的版本啊Skyler版本 然后呢咱往下找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Skyler2.11.8看到了吧对吧 选中选中完之后呢 进入到Skyler2.11.8的下载界面了 然后咱往下拉下载谁呢 咱们下载当前它 MSI这个啊MSI这个 这是一个可执行安装文件啊 咱们只要下载它就可以了 这里呢我已经下载完成了 所以呢在这里我就不再下载了 告诉大家如何来下就行了 如果各位想了解当前Skyler这本语言的话 可以看我们千锋所出的当前Skyler教学视频 那在这里呢我就不多过多的复述了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页面关闭 然后当当前那个Skyler2.11.8的位置啊 我们双击开 然后安装一下当前那个软件啊 然后接下来呢Nest的下一步 在这里无条件同意 然后点Nest 它默认所安装呢是当前的C盘啊 同学默认所当前安装的C盘 无所谓这个安装C盘即可啊 然后点Nest等待其安装完成即可啊 Insert安装 然后等待其安装啊 那么Skyler这本语言呢 这个也是基于Java来做的 它跟Java呢共用当前JVM 所以在这里啊 你安装那个Skyler的时候呢 最好是有当前JDK环境啊 最好是有JDK环境 OK 那么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之后 咱们直接点Finish即可啊 那这步做完之后 我们还需要做一步 我们需要在当前环境变量当中呢 配置Skyler Home那个属性 所以接下来呢 打开我的电脑 点开啊 这子电脑 单击鼠标键 有一个属性啊 咱们这里有个属性 看到这属性的吧 点击一下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高级系统设置 再选中 选中完高级系统设置之后呢 这个位置有一个环境变量 再选中 环境变量下面呢 有一个系统变量 在系统变量这个位置呢 我们点新键 然后呢输入名字 咱们叫Skyler S-C-L-A Home向上线 H-O-M-E 然后在变量值这个位置 给什么值呢 记得啊 给我们当前Skyler 所安装的那个路径即可 所以回到我们的C盘下 咱们当前Program Fill X86下 应该有一个Skyler 啊 OK 需要这个路径去 记得啊 C盘下Program Fill 然后X86 这个Skyler 复制一下这个路径 然后粘贴到 咱们变量时这个位置 粘贴 粘贴完成之后 点确定 然后下下拉 查看是否将当前Skyler 添加成功 看啊 这位置已经添加成功了 咱们得加那么一变量 然后接下来再做一点事 进入到PASS这个环境变量当中 双击 查看PASS当中 是否有这么一句话 就C盘下 Program Fill X86 Skyler Beam 如果有 大家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证明它自动给你添加了 如果没有 那在这里呢 需要大家手动将这句话添加一下 请别忘了啊 然后接下来咱们点确定 点确定 啊 点确定 OK 那当前我Skyler的一个环境变量 就给大家配置成功了 那如何简直实啊 Skyler确实配置成功了呢 还有一种方式 我们旗标加R 输入CMD 进入到到时目楼下啊 到时明明下 在这里我们输入一个名字 Skyler S-C-L-A -Warsen V-E-R-S-L-E 回车 那此时呢 这里它会显示当前Skyler版本 如果这句话被打印出来之后 恭喜你 我们的Skyler就已经安装完了 这就是咱们安装的Skyler 咱们这个JDK有了 然后Skyler安装完成之后 第二件事 因为呢 我们的开发Skyler程序 是需要使用Skyler这门语言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当前ID中 配置当前Skyler插件 你不配置插件 是无法创建Skyler文件工程的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配置Skyler插件 那如果配置Skyler插件呢 也非常简单 首先第一个 打开我们的电脑 点开ID 我们启动ID 咱们启动ID 然后呢 在ID当中呢 我们可以自己呢 来添加一下 当前我们要添加的主件 咱们可以添加一些 自己要添加主件 那这里啊 这个添加主件的方式呢 有很多种 在开始界面这个位置 还是Configure这个位置 Configure这个位置 我们之前通过Sighting呢 配置了当前的美稳 对吧 下面有个Platin 这个当前插件嘛 Platin 这个有个插件 我们点击当前那个插件 那OK啊 那此时呢 在这里啊 它会进行一次读取啊 这个这个速度会比较慢啊 因为在这里啊 我说一下 咱们那个呢 会比较慢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它需要联网啊 你看它这个位置 需要进行一些联网吧 同学们对吧 它需要进行联网 那在这里啊 你看啊 首先呢 第一个这个位置呢 就有一个scaler 看好了啊 同学们 这个这个位置上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scaler 对吧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一些其他插件 等等啊 包括一色的 你可以看到 你安的哪些 包括update的 可以更新哪些 那这里啊 这种方式呢 是网络添加 网络添加 而且在这里 你还可以输入 自己想要的插件 他会进行帮你搜索啊 同学们 他会帮你进行搜索 下回车 他会进行搜索 但是我需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搜索呢 比较慢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连接的是当前 我们那个idea的官网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不太推荐大家 使用这种网络 直接的辨识啊 直接的这种方式 下载插件 因为它对网络的要求 十分之高 啊对吧 它对网络的要求 十分之高 你看我再搜索一下 Skyler 它得赚很长时间 对吧 然后你可以点中Skyler之后 在那里 它有install 是吧 安装对吧 它这里给你安装 但是这个呢 时间比较长 而且还有一个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啊 我们安装插件的时候 靠这位置啊 它后边这位置 是不是给版本号 对吧 那这个版本号 一定要对应你当前 自身所安装 那个idea的版本号 一定要对应 如果你这个版本号 跟idea的版本号 对应不上 那你这个插件 是无法安装的 所以呢 我不再推荐大家啊 怎么做呢 通过configure 然后placing 这种方式 网络的方式呢 来搜索 不太推荐 那我们如何 来安装那个插件呢 也非常简单 这里呢 大家可以记录 这么一个网址啊 也是打开当前 咱们的网页 然后呢 我们进入到idea当中 所提供的这个插件网址啊 咱们有这么一个网址 有这个placing啊 你可以输入你想查找的那个插件 输入都什么都行 或者在下面呢 它会提供一些 哎 使用比较广的一些插件 大家看到 第一项是不是就是Skyler 对吧 所以此时呢 这里 我们点击当前网页的Skyler 点击 然后等待跳转啊 等待它的跳转 这个网速啊 稍微过一下啊 OK 那在这里啊 它会给你跳出当前Skyler这个插件 包括你看啊 一些安装界面啊 等等啊 包括一些评分等等的 然后在右上角 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一个get 获取吧 对吧 get 咱点一下get 点完get之后呢 它会跳转到当前可下载的界面 这里我一定要再给大家强调一遍啊 你要下载当前Skyler插件 一定要对应当前那个版本号 同学们啊 一定要对应当前你这个Skyler版本号啊 这个idea版本号 那么在这里啊 它给的是1.8 2.1 1.7 1.6 1.5 1.3 3.7 1.2 那有的同学呢 可能不知道当前idea的版本号是多少 那怎么办呢 在这里啊 咱们退到桌面上一下啊 这是我idea的界面 后面有get help 是帮助啊 下面是不是有一个about 在右下角啊 有get help 有个about 是不是关于啊 点击一下 在这里啊 它会告诉你当前idea的版本 看好了啊 我是2019年的1月1日1.1版本啊 所以此时呢 在里我要下载Skyler插件的时候呢 就只能下载当前2019.1.1 但这个位置并没有给1.1 怎么办 so more 显示所有 看啊 是不是这位置有1.1啊 对吧 是不是这位置有1.1 然后接下来这里 我们点download的 我们点download的啊 点download的 此时呢 这个会启动下载程序啊 同学们 这时候会启动下载程序 我就不下载了啊 这个因为我这东西已经下载过了 所以我就不再下载啊 这东西我就不再下载了 所以呢 这里大家记得啊 只要点的当前当当的 一定要对应版本号啊 点当当的下载即可 下载即可 然后此时呢 这里 桌面上呢 就会下载当前这么一个插件 看到了吗 这就是下载好的 这我已经下载好了啊 下载好了 它就会下载到这么一个插件 然后这个插件怎么用 非常简单 双击开 这是一个减压包 是不是有个skider 对吧 直接把它减压到 你所安装的 idea的目录下 插件目录下 那怎么做呢 这里减压到当前 我们选择当前 idea的安装啊 我是此电脑 一盘下 Programmer Fuse 是x86 然后呢 在这里啊 这个idea啊 当前那个Programmer Fuse啊 也没有x86啊 Fuse 然后在这个idea当中 在这个位置 看好了啊 同学们啊 这是不是有一个插件 看了啊 这不是有一个process 对吧 插件 选择当前这个目录 点确定 然后记住啊 这就是咱们减压的目录 记得啊 一定是你当前 所安装当前idea的这个目录 怎么安装idea目录吗 下面的谁呢 这个插件 文件夹 看到那个Plugin 这个插件文件夹了吧 对吧 然后点立即解压 OK 解压完成之后 大家看啊 他会把你当前那个 你看这个路径 不就是咱们安装的 这个idea的路径吗 看对吧 然后插件文件包 这个路径下 是不是就解压到这了 对吧 是不是就解压到这了 对吧 OK 那就这个插件就安装完了 很简单 安装完了 然后此时 那可以见得呢 咱俩我们将idea关闭 进行重启操作 然后关闭到2d这个界面之后 我们再次打开idea 再次打开idea 打开它 然后选择第一项 create new project 然后点中它 选择 此时 你这回大家看到 我怎么这么用 当前Skid安装了 那同学们 看这 这个位置 就是你刚才安装的Skid的插件 如果你在没安装之前 这个位置是没有的 同学们 你在没安装之前 这个位置是没有的 这个位置是没有的 所以这里 这就证明当前 咱们那个Skid的插件 就安装成功了 同学们 记得咱那Skid的插件 就安装成功了 那安装成功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创建 当前SR工程 来编写 当前SR工程了 那OK 那么我们今天